舍宝状颜头的菩萨 他们的智慧神通 德相跟妙觉位 佛国没有差别 其作用也是 变法界虚空界 有缘的众生 给他通通都齐感应到脚 他有能力 化身 不止谦卑化身 同时能应一切有缘众生之感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感应到脚 感应我们前面将过很多 可以分为四大路 显感显应 敏感显应 四种 怎么应发呢 祝佛菩萨 不齐心不动 你要问他一种方法 他没有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看到的印 是我们的念头 变现的 我们的念头 是云 它的印 那是因 因缘活活 境界就现前了 就是乐言经上所说的 随众生的念头 而实现 不是随佛的念头 佛母有念头 法身菩萨 就是佛 真地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乐言经上讲的 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像我们瞧古 古妹念头 大寇大鸣 小寇小鸣 不寇不鸣 所以 我们起心动念 求佛菩萨 佛菩萨是反应 他们一起心动念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信什么神 应该说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那应该是 是我们众生应该 我们想见什么像 想听什么法 他就有这个反应 西方极乐世界 正报 弥陀说法 一报 你看 树木花草 统统 都宣扬妙法 那也是 我们念头感 他自然地会 于是我们就明了了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一句话 没有 我们这些众生向 释迦牟尼佛请教 提出问题了 自然会 没有通过思考 没有起心动念 我们才能体会到 那是信德的回应 那是信德的回应 佛做种种实现 是个预言 千万不要误会了 佛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有起心动念 那就全看错了 所以说法 法叫妙 妙在此地 真的是妙不可言 广长学相 也是个人 这个三十二相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都是恒顺众生 三十二相 古印度 习俗 认为这三十二种 大人相 圣人相 随着自然 就显得 随众生 先显得 请不吝点赞 咱们 再次